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暫時會出現的現象 無論是低form 還是高form的同學 他們是太以來計數機去做Factorize的時候就出閃 怎樣做呢 同學很聰明 因為拿著計數機 這部有一個Formula 我要Factorize 14x2加9x-8 非常快速 同學說 FORMULA 0.1 入3個數入去 14、9、-8 得到數0.5 很聰明 轉分數 先拿著2分1 再按一下 試試轉分數 轉分數 負8 over 7 怎樣做呢 很容易 你有這兩個數 下面的數是乘x 如果你的數是加的話 我就寫減 老師通常都是這樣教的 所以第一個Factor就是2x-1 下面的數是7 乘乘x 然後它是負數 你給我加它 加8 哇 神速是Factorize 接著繼續去 因為實在太喜歡用計數機 這題目是2x2 加27x-24 繼續用FORMULA 0.1 上癮 吸毒 像27x-24 這些不可一不可再 又是2分1 又是剛才這個 這個就是負8 over 7 又寫了 又是這樣 很容易 有些同學做到麻木了 真的請大家 真的要想清楚 你本身的Factorize 的Expression 是有沒有Common Factor 因為你想想 你把這個Factorize 的這兩塊 乘乘 我不要理會裡面的Terms 我只看第一塊 2x7是多少 是14 你不能出42 這套式是錯的 計數機是沒錯的 計數機在做什麼呢 計數機其實是正在解決一個Quadratic equation 但實際上你要Factorize 我先拆掉它 你要Factorize 你其實應該要抽了 42,27和-24的Common Factor 即是3 抽3出來 剩下21x2 加9x 對不起 不是21 傻了 14 接著就減8 接著你先去Factorize 裡面的東西 好嗎 這就是你的答案 否則你欠了3 老師看起來會很古怪 為何你沒有了3 又可以Factorize 一看就知道 已經是用計數機 已經是中計數機的伏 請大家不要再犯錯了 那 第三條我們試買吧 好嗎 也是 你看到有負數行頭 有負數行頭 更加要小心 28 18 16 暫時看下去 就是2 所以抽個負二出來 看看如何 負二 變成14x2 然後是 加9x 然後是 減8 也是 即是上面 所以 一定要先抽出 common Factor 如果你在Factorize 一定要抽 common Factor 如果你在解決 這個Quadratic 即是 例如這個 1 1 1 2 1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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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也不能咬你 咬你 你也不能說你錯 雖然很古怪 但一定要慣性 看看有沒有 common Factor 先看